有人可以接受这个尺寸吗 或许有吧 真爱就行吧 那这个我们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步骑到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09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来到 STERIO SERIOUS 第五十报的 LORDBUS的路霸 这个是由车商 授权的一个 OK产品 非常漂亮的一个 雷射反光贴纸 那SS系列呢 有一些玩具呢 我会对它抱于比较高度的期待 最开始还记得 刚登场的这个SS系列里头 我对像是Grimlock 这个Blackout 还有这个Clobar的 这些我都会非常的期待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都有突破了 以往旧模具的等级 像以前这个 黑魔只出到V级 那它的话呢 有这个升格到L级 或者是之前的Clobar 只出到一个Legend级 后来有登场了一个Deluxe等级 我就会比较期待 那像钢索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 超过于旧模很多的 这个 观看照片就看得出来 这些我就会比较期待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款 路霸的话呢 就是属于一个 我个人 比较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的期待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话呢 第三集的时候 已经推出过 这个一个版本 而且呢 它也是Deluxe等级 两个等级呢 没有提高啊 不过 也没有说责怪 它一定要提高 因为它这个 以人物的身形比例来说啊 路霸这个人物呢 出到第一集 其实也就够了 其实你看它之前 推出一个 Human Alliance的等级 HA级 都已经不知道 找哪个比例 跟它配啊 当然你要拿这个 放大版本 可能还配得起来 但是这个等级上呢 我就不会说 希望说它要再提高啊 但是我是就事论事来讲 就是说 这个玩具本身 没有一个 没有像之前几款 我提的那么样 先天上 就具备了让我 期待的一个 一个条件 那这两款的话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啊 我也不特别就是 以骨扁金啊 你看一下 这个大龟壳的部分呢 是之前的版本 龟壳是更大 身高更高 龟壳就更大 对不对 而且它这个龟壳的一个 整个是从后脑勺 一直到这个膝盖后面啊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SS的话呢 还稍微小一点啊 一样是到膝盖的后方 但至少它上面 那短了 大概这么一点点啊 以这个比例来说呢 是是的确是这个样子了啊 那大家都喷喷背包 那我就告诉你 其实原来的版本 背包就是这么大啊 当然是新的玩具 经过十年啊 将近九年了 对不对 这个设计 反正就是这样 只是只是 就一个照片上 就实体上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但是以人物的正面来看啊 新版的话呢 可以说是强壮 扎实的非常的多 那车型 还是一个爆甲形态 那当然就更帅了 那以头雕的话呢 几乎可以说是 因为这新的 这是旧的啊 可以说是完全就是 几乎可以判定是不同的人物了 不同的人物 那这款我有做过一个简单的补色啊 那旧的模具的话呢 还有一个优秀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武器啊 对它就一个轴动武器 当然轴动武器是当时它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啊 有一个电锯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SS的话 它只有一把这个小枪 这个小枪 那依照盒子的一个合汇的话 你可以放在肩膀上当一个肩炮啊 那我们就这个 以这个肩炮作为一个展示好了啊 尽管呢 它也是可以放在这个手边 插在手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这款玩具呢 其实真正 让我失望的呢 倒也不是说体型的缩小 龟壳的一个 的一个厚度啊 倒不是了啊 首先如果你是细节控呢 这一款的话 应该会让你非常的满足 特别是胸口这一带啊 这些 如果你再加个一点点补色 会非常的强悍 那这个部分 你是可以做一个 一个移动啊 这里还有一个球形关节在后面 所以这个地方 可以做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 配置的一个转动 这一块呢 这个像是 什么装置 你可以推进去 可以抠出来 那我是看了一下 好像这些合汇啊 什么都是可以 都是往外搬出来的 要让它的一个 肩膀更魁梧一点吧 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三种零度的转动 以造型来讲 它只能转左右两侧 大概各45度 已经是极限了啊 再转的话 我怕头会掉下来啊 我们也就不特别去转动它了 那这个手的话呢 它因为变形的需要呢 可以上下 做个简单的搓动 那我个人习惯 往上面搓一点点 二头肌有一个关节 可以转动 而且偏紧 两侧都非常的紧 在这个地方 然后手部的话呢 因为它在变形的时候呢 是一个逆向的一个变形啊 所以它这个地方 是变成了 是有一个双动关节 那如果你要维持造型好看的话呢 是往上面推啊 推上来一点 这样子 把它给match在一起 手腕的话呢 就是往内弯可以 但是呢 就是没有办法转动啊 全都是不能转动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 是可以握住一个武器的 如果说你愿意的话 握这个武器是一点 有点松啊 而且这么小 OK 嗯 有人可以接受这个尺寸吗 或许有吧 真爱就行吧 那这个我们还是把它放到肩上吧 然后腰身的话呢 就是没有得转啊 没有得转 脚的话呢 这个内侧呢 是一个球关 但是这个感觉还比较紧一点 但是往前踢的角度 是稍微有点限制啊 因为造型的关系 这一块它做得很粗大 很粗大 然后这个側腹肌 因为稍微有点影响啊 所以就往前踢的幅度 是足够了 但是你会觉得很快就推到底 特别是它又往后 没什么可以动啊 背包已经整个挡住了 所以它的脚 可动的幅度 可以非常的小啊 外面来说是有的 然后这个脚踝的话 是往前往后动 这一块不仅可以往后推一点 以变形的时候呢 它是希望我们往后退 但变成车的时候往前推 没有得卡住啊 完全是自由的摆放而已 然后这个背包啊 非常的大 而且呢 可以看它几乎就整个车壳 就在背后 那它的这个部分的话 请记得 你看它这个地方是很空的 它就是要靠这一块部件啊 去把它这个空洞给补起来 啊 请记得是要 我把它给扣进去 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在里头的 我们尽量的呢 把它给推紧一点点啊 把这个地方空洞给弄好 看一些些 我们拆给各位 啊不对 等一下变形的时候 拆给各位看好了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这一款 几乎可以说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车壳包人啊 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它的手啊 脚啊 身体在变形的时候 几乎是都不需要动到的了 不需要动到的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一个 直接了当的讲 这种这个 这个路霸的一个变形啊 大概就是变形金刚第四集的那个玩具的变形 差不多 但是它的塑胶的话呢 就更加的软 更加的薄 然后 具体来说的话是 可能还没有第四集的玩具 摆起来那么样的一个流畅 因为它 确实塑胶来也是稍微点偏软的啊 两腿合并啊 轮胎翻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这块部件整个给翻出来 然后呢 这个部件呢 可以往后面再往后面搓下来 搓下来之后呢 把这两侧 这个翻出来 你可以看它 几乎就是整个的一个车壳 整个上方都在这里了 再来我们有一处要变形的一个地方 算是 算是这个玩具里头 唯一在变形上 需要特别解说的 就是这边有个凸 对应边这里有个凹 那这就是我刚提过的 手臂的话呢 是要一个打断的 就是反反折 逆折过来 逆折过来 然后到时候的话 就把它给这样子 塞到内部去 这样子 塞到里面来 那塞到里面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块部件 往上翻起来 然后将这个手啊 可以塞到这个内部去啊 那另外一侧的变形呢 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从这个地方 反折上来 好 然后呢 把这个部件呢 这个部件给放到内部去啊 头的话是不转的 其实你也没办法转 我说过 它左右动 都有一个幅度 有一个极限 基本上也是动不了的了 那再来就是把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开始要做一个包覆了 整个这个后面这个部件 跟前方那个部件 这样把它往前面放下去 那这里放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留意一下这一块灰色部件啊 灰色部件要在外面 直接合下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个是我第一次把玩的时候呢 就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 这个整个部件往后面盖下来 好 往后面搓下来 就基本上这个我提过多次 这个官方的玩具有个好图 就这样捏下去就会到定位 那前方这里先讲一下好了 我怕等一下合起来就看不到了啊 这里是有一个凸的啊 内对应边内侧 内侧这里是有一个洞啊 这里记得啊 因为这里等一下可能就不自觉 它就已经扣上了啊 所以就会啊 特别再把它翻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啊 前方就这样捏好就行了 那后方的话是这个地方啊 这里有个凸 那对应边侧边这里有个 有个凹洞在这里啊 对这样子 把它给扣下去 好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这边也是一样 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好 两侧都扣进去了啊 那扣进去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提的是这一片啊 这一片部件啊 是要在这个部件的外侧 有时候你这块部件 从上面包下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把它包到内侧去啊 这样子就会扣不起来啊 这一侧啊 就稍微提一下啊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 推过来这里 有一个凸跟好的一个结合在这边 整体变形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典型的一个车包人 但是我不得不提 它的一个载具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极为的好看 非常的霸气啊 滚动性的话呢 是还可以 有时候是这个前方这个轮子 因为它前方这个轮子 啊对对对 吹到底了 OK了 滚动性就还可以了啊 好 然后呢 最后就是有一个 这里 这个枪就扣到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进去 这里要记得先把它捏紧了 你要捏紧的话呢 这个洞呢 才能够比较完整一点啊 对 好 如此这一般 我们这一款这个 Styler Series的第58号 Lord Buster的变形呢 就算打往高层了啊 那再测试一下滚动性的 给大家看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所有的轮胎呢 都能够正常的滚动 然后因为上方有印刺的关系啊 所以它滚动起来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试着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载具的形态呢 我不得不赞美一下 它的一个细节度啊 还有这个 先看一下大小 这个大小就不错啊 跟过去的一个DELOX等级 可以说是毫不逊色 毫不逊色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一个细节 这个跑车的 哦不对 这个武装形态的 一个NASCA赛车的话呢 绝对是它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卖点 NASCA 然后轮胎的话 这里是Ultra 然后是 Breakers 应该是雷霆拯救队吧 Ultra 超级雷霆拯救队 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 88号的一个号码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好像 有爆出一个弧形 这个如果你过去有这个 因为第三级的玩具呢 它DELOX等级呢 是一个非武装形态 所以如果你要看 它这个弧线的话呢 你必须去对比这个 Human Alliance 就是人车级别的玩具 你才可以看得到 这一款的话呢 以这个配色 还有这个细节呈现来讲的话呢 已经是 蛮接近于 这个人车级别了 内部这里 都是一些 管路啊 这个像是这个赛车 内部的一些细节 轮胎啊 前方这个防撞杆 这一代的白色的漆呢 是涂上去的啊 是黑色的布件 它是绿色布件上面涂的啊 那有一些小小的 不怎么工整啊 但是这个也无所谓啊 DELOX等级的玩具就就这么样吧 然后这个透明部件的一个挡风玻璃啊 质感还是相当可以啊 不得不提啊 这一款的这个车形态 真的是挺漂亮的 上方也有细节 后方推进器 那就这两个地方啊 要扣紧 然后这两个地方要扣上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呢 你当然你可以故意做出一些 呃 变得不是很 变得不是很完整的一个 就是一个 呃 超级爆炸状态怎么样 这个就完全是看你各那个偏好了啊 这个 各位可曾还记得这个 当年在 呃 电影3的时候呢 有很多玩具呢 我们就是 故意把它变得不完整 那好像是一个 更加的一个 真名的一个形象 这个是看各那个偏好了啊 那以这一款路拍想的话呢 它就很典型的一个 它就是输 就是这个变形的过程呢 就是非常的 就是 OK 就是第四集玩具的等级了啊 那带来的效果就是怎么样 就是它的一个上方 分隔线非常的少 你看 几乎没有做任何的切割 直接整个规格就背给你 这个也就是一个取舍的一个问题了啊 那你喜不喜欢的话呢 这个我个人是 就是你自己去打分数就可以了 人型跟车型 人型的正面啊 是很高分的 那车型的话呢 是一整个高分 但是这个变形的话呢 就看你能不能够去接受 这么样简单的一个包袱的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了啊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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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